张亚中 自称孙文学校院长 喊金门不当乌克兰 张亚中秒切割 这个是张嘉玲 孙文学校金门学院院长张嘉玲 他说 金门和平线运第25条 福建省金门县举行公民投票 通过建立同一主张 自权共荣的共识 二 以福建省金门县 跟大陆签订永久和平条约 第三 金门召开国际记者会 宣示金门成为永久和平中立区 第四 金门军队全部退出 宣示和平决心 然后呢这个 新党主席吴成典 因为他刚从中国回来 他说乌克兰服从美国总统拜登 国务卿布林肯的怂恿 自甘做马前逐去牵制俄罗斯 不断用恶意挑衅去刺激俄罗斯 当然没有办法避免战争 甚至还引来战争的主要原因 和平交流 和平谈判 和平统一 才是安全幸福的最佳保障 吴成典以前好像也是金门县 县长对不对 行政长苏贞昌说 台湾跟乌克兰情势不同 我们对于有些境外势力 故意运作认知作战 有人予以附和 深感不辞 石板明夫 有人说只要承认九二共识 就能换和平 但这一次却看到普丁 公然撕毁明斯克停战协议 攻打乌克兰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 千万不要对不守信的人 抱有任何幻想 这个蒋经国又出来了 反共抗恶 所以宇韶你怎么看 为什么 这很天才张嘉玲难怪张嘉玲 他看不到乌克兰的 明斯克协议是怎么被撕毁的吗 你还幻想跟他签和平宣言 我必须要先说 很遗憾的地方是 我还真的认识张嘉玲教授 你认识他 他是真理大学宗教系的教授 那当然对两岸 还是宗教系啊 所以他可能是想要妄想用爱与和平 来促进两岸之间的和谐 你确定他不是邪教吗 不是不是 问题是共产党是无神论啊 我知道 我补充嘛 我是说很重要的地方是 我先说苏起啊 这些人什么叫做国内的协力者 在地协力者 苏起今年度最好笑的笑话说 他说习近平是两岸关系啊 跟全球政治人物的鸽派 这是我今年开春以来 听到最好笑的笑话 习近平是鸽派啊 所以普丁就是吃素的嘛 以他们的认知来讲是这样子 第二个是呢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在批评人家 因为很多人说 宇晓老师你说话批评这很重 我还是说啊 很多人都是历史跟国际关系文盲啊 什么意思呢 国民党之前听清楚哦 包含连社文啊 还有啊黄志贤啊 我告诉各位啦 我的老师叫吴玉山啊 非常有名啊 写过一本书啊 叫小国对抗大国 只有两种策略啦 哪样策略 护虫与抗衡啊 很明显的地方是啊 你们选择跪下来啦 这个叫做护虫啊 我们选择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我跟越远之常常意见不合 但今天越远之说得非常好 从刚才他是怎么形容责任司机的 还有说现在要放下所有的对立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要精进我们的国防 所以显然呢 越远之也是跟我一样 选择是对抗强权 对抗侵略者嘛 面对侵略者 张嘉宁居然告诉大家 这个叫什么 与虎谋皮 气泻投降 然后呢 门户洞开 金门马祖对台湾多重要 不要故意因为有陈玉珍的关系啦 或是呢 有亲中事例啦 我自己大意灭金啦 因为这样的原因啊 就说呢 哎呀 不要 我们不要去挑衅人家 或是像吴承宁也说 都是呢 美国跟乌克人挑衅人家 这种说法跟北京的说法有什么不一样 岛内有一小撮啊 想要搞台独的 或是狭阳自重的 以疫谋独的 请问呢 在蔡文贵总统的任内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变动的两岸和平是什么 我们改变的现状是什么 所以这些人为什么是历史跟国际关系文盲 到底很简单 我对赵超康那个图最有感 什么意思呢 其实那个叫祖国之母啦 那是为了纪念呢 二次世界大战呢 这个前苏联 因为乌克兰是前苏联嘛 对抗纳粹的胜利纪念碑 只是所以上面才有那个 前苏联镰刀啊 跟锄头的图团啊 乌克兰 乌克兰人 这几年一直想把那个拿掉 因为 但是他们资金不足 所以呢 你拿这个是嘲笑乌克兰人 乌克兰主流民意 很想把那个拿掉 只是钱不够而已 第二个是什么 普丁过去是什么身份 就是前苏联KGB的官员嘛 你拿前苏联的这样的象征 然后呢 左手说天佑乌克兰 这又是另外一个战斗兰的无知 而且非常非常可笑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呢 从邱毅啊 黄志雄一直点名 连设文意到朱立伦到战斗兰等等 真的要占论点哦 麻烦啊 拿出啊 国际关系的知识跟历史 不要一直的帮中国带风向 改变现状的到底是谁 到现在都看不清 只会谴责民进党 谴责民进党是什么 哎呀 不接受九二共识啊 敬酒不吃吃法酒 最后还是说 国际关系的大国跟小国 国就互从与抗论 我们选择的是 正代民主阵营的地方呢 跟侵略者 跟独裁政权呢 做退抗 而你们选择是什么 跪下来先投降啊